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坎实践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这个外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动静 非常的安静 而且很冷 我今天你看在这里还穿着外套呢 感恩节聊聊什么呢 我是在这个办公室里 不像这些老美都躲在家里 而我又跑到办公室里来了 等一会就回家了 其实今年感恩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这个感恩节要吃什么 然后究竟要感恩些什么东西 看过我过去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在年初的时候 得过这个非常严重的新冠肺炎 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吧 按照医生的话来说呢 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非常的走运 能够活下来 当时是在这个使用呼吸机插着管的两个多礼拜 住医院 住院也是差不多 上个多礼拜啊 离开医院的时候 几乎是站不起来 几乎是走不动 是坐着这个轮椅离开医院的 到家的时候还是扶着拐杖的那种 带四个轮的那种拐杖啊 那种行走辅助器 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八九十岁的养老院的老年人 虚弱不一般 而且呢 家里还有一个氧气罐 然后还有个氧气机 经过这个超过半年多了吧 因为我是二月份出院的嘛 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啊 所以这个呢 还真的是啊 要感恩的事情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力章能够尽早的完全恢复这个健康啊 虽然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小毛病啊 那么要想完全恢复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容易 估计还要花一段的时间啊 特别是在精神上的这个恢复啊 的确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按照医生的话说 我很有可能患有这个叫做PTSD啊 也就是说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而且容易健忘啊 容易健忘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说 昨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啊 说怎么回事 就好像那个记忆完全被抹消了啊 全部全部被delete掉了啊 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感觉啊 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讲 他们把这种现象认为叫做啊 Bring Fog啊 应该叫Bring Fog吧 就是Bring 对Bring Fog 然后一下想不起来了啊 就是很容易忘事情 所以昨天啊 这个保险公司还给我推荐了另外一项服务 这个服务呢 就是 差不多要花一年的时间吧 而且也不再额外收费了啊 就是希望啊 能够帮我尽早的啊 恢复状况啊 特别是精神上的状况 肉体上的实际上呢 我当时瘦了20多磅啊 现在已经全部涨回来了 现在又要开始准备减肥了啊 那当时是瘦的一塌糊涂啊 那么啊 这个是一个主要感恩的原因啊 就是说啊 活过来了 那么在事业上呢 也有要感恩的啊 事业上的感恩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个拉丁美洲的合伙企业啊 今年顺利的融资 融到了一亿数千万美金啊 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在拉美的公司 能够拉美的项目啊 这个工程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说从事业的角度上来讲 这是我在今年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安慰吧 啊 所以呢 啊 也是需要感恩的啊 因为我生病这么长时间 几乎所有的工作啊 都是在巴西的团队 和在美国的其他的成员来完成的 啊 只不过呢 就是偶尔通了几次电话啊 所以并没有让我超太多的心 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为我祷告啊 所以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谢他们 哦 那么呢 另外一件事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创业啊 这个创业的历程啊 大家也都知道 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我们俩一起创业这个万表品牌 对吧 那么我们创业的万表品牌 实际上是在疫情期间创业的 啊 因为我们创业的时候突然就遭到了这个疫情的打击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在去年 还有今年年初各地都在关闭 所以我们这一年过来的也是不是很容易 都是在网上从事业务啊 通过网络 不过呢 我们的这个啊 品牌呢 还是啊 能够茁壮成长 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啊 最近我又参加了一个叫做 这个Sharp Tank啊 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 有这个Sharp Tank这个电视节目 当然了 我是没有上那个电视节目了 只不过是去参加了 一个小型的一个选秀活动 不管怎么样 对我们的品牌还是有帮助 然后最近又上了两个电视台 两个广播电台 一个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还有我们这里一个挺大的这个地方电台 那么从线上呢 也搬到了线下啊 自己有了一个实体店 同时呢 我们在爱尔兰 在美国东部 还有在密石根州 还有在我们附近啊 都开拓了这个经销代理 包括伊利诺伊州州立博物馆 也在开始销售我们的产品 所以这一切啊 都值得感恩 那么希望呢 明年能够会更好 好今天呢 因为是感恩节就谈一谈自己 究竟有哪些方面能够感恩的啊 那么家庭各方面也都非常的不错 就是希望能够疫情尽早的结束 迎接2022年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表述看世界 咱们下一次再见 咱们下一次再见